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你亲我一下我就说 你刚刚咋不说 你刚刚表白之前咋不说 等林宗亲我一下我就表白我先不说了 你看你看 你说不说 你做不做 这是做吗 我就想听一下 我现在请不了 你能不能讲吗 好 就我这几天想了一想 我这几天想了一想 为什么我在我那天在那个KTV 还有那个脾气会摔酒瓶子 我想的就是你自己可能就是 因为你在那里我才敢发这个脾气 如果说要是平常是换一个对我不好的人 我还敢就是说 对我还敢说就是这么任性的去 别人的生日场摔酒瓶子嘛 我根本就不敢 然后是因为你在那里 然后我就是肆意 肆无忌惮的去发泄自己的这种脾气 这种情绪 我这样想一想 然后你说过 感觉好像我在 感觉我好像杭州 到现在你感觉我好像没有杭州那段时间那么爱你了 不是我没有那么爱你了 可能是变得 可能就是变得 有一点点就是把你对我的好 越来越当成那种理所应当的感觉 那种 我一直都在说就是 我找不到就是像你对我这么好的人 就哪怕你虽然说你的嘴有的时候真的很贱 然后也说话会很气人 但是说实话就是 我感觉就是 找不到就是你对我有这么好的人 真的 所以说就是那天 那天 那天 那天发完那个脾气之后把你拉黑 然后第二天家伙你又骂了你一顿 然后你回家就说你要搬家那时候 其实我心里确实当时挺难受的 而且当时其实我也能感受到你很难受 你当时跟我说话 然后在那里 在那里的时候 我有感觉到你说话是发着抖的 是发着颤的 是不是 我可没有啊 你可别乱说 开心死了 你看 你看你现在还 想搬走 你看你现在还这样说 其实当时我能感觉到你说话是发抖的 对吧 你不要再嘴硬这样说了 是不是 是啊 你看 把人说 那你早干嘛去了呢 那你是不是那天是发颤了 本来就类似硬体制 你看 类似硬体制 我太了解你了 那你现在分辨一下我现在说的是真的还是 我现在是真的哭还是假哭 知道 嗯 看你看你看后面 看后面吧 你现在你说你饿了 嗯 你还不吃饭 去吃了 快去吧 哦不去吃了 在这个地方也没有东西吃 我感觉我这几天我都 我这几天我都饿瘦了 感觉我现在脸 长得跟个锥子一样 怎么成这样 嗯 我快去吃吧 可别像我一样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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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